董事长赵腾熊被羁押两个月 尽管集团有强调营运不受影响 但是相关的事业股价今天开盘都是跳空跌停的 远雄建设从50块钱直接跌落46.5元 远雄港从24.65元跌到22.95元 经营饭店的这个花莲远来饭店的远雄来 也有超过百张卖单在排队出场 另外远雄建设跟银行往来有超过300亿元 因此也带动着拖累了金融股走跌 台股由黑翻红失守五日线